對 可是你剛剛講到說 她這個天后自己 都承認自己難搞 說到她神經質 對 她好像曾經得過憂鬱症對不對 是 說是因為拍戲 跟許志湛都沒有關係嗎 這個東西跟許志湛沒有關係 但影響了許志湛跟她的感情很大 這次發生在2004年 倩玲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華人第一個柏林影 或者是誰 張曼玉 張曼玉 當年演了關景彭一個軟鈴玉 有沒有 關景彭導演後來想再創 往國際的高峰 就找了鄭秀文拍《長恨歌》 對 你知道這個其實我跟你講 後來現在看 這個電影從選角 這個電影到現在來看是 大失誤 大失敗 演員也慘了 導演也被拖垮了 你說選角 包括選她選錯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上海女子 從40到80年那叫王岐遙 一個上海傳奇性女子 周旋在四個男人中間 這四個男人是梁家輝 吳彥祖 胡君 黃絕 那鄭秀文當時 你知道鄭秀文最早叫 就是獻揚千話的外號 叫大笑姑婆 鄭秀文要轉型 所以她要演戲 她演很多都喜劇 大笑姑婆 鄭秀文想拿影后 想拿國際影后 她有演技的 這次金馬獎大家看到杜吉峰 覺得這次盲探有沒有 她會演戲的 鄭秀文當時就想拿國際影后 所以關景彭幫她打造這個王岐遙的角色 可是 為什麼憂鬱症呢 為什麼那時候百病重生呢 我剛剛講了這個選角就錯了 因為她是上海人 鄭秀文的國語你先聽聽看 誰敢 她現在要練普通話是多難的一件事情 梁朝偉演社界也練普通話 香港演員練普通話都有口音對不對 很多人口音尤其嚴重 包括哪些古天樂的口音 怎麼練都練不好 太嚴重了 鄭秀文就是一個 她的口音非常嚴重 所以當時她投入王岐遙的角色 光是語言 她就快崩潰了 她怎麼練怎麼練 練不到上海女人講話的味道 太難了 你這個選角就已經先天上去錯誤 她怎麼去練這個 鄭秀文當時又不願意配音 要挑戰 配音得不到獎 她練練練練 我就跟妳講 這個戲長恨哥後來難產 拍不完 鄭秀文中間又說什麼鬼剃頭 又說憂鬱症 又還說The Cancer 頸部生流 各種狀況 就是說整個拍到一個 這個電影後來出不來了 整個要崩潰了吧 難產出不來要進影展 影展都過兩屆了也沒出來 怪不得我都說奇怪 好像沒聽過這部電影 後來終於拍完了 也去了影展 但完全沒有無聲無息 上片也不賣錢 好 剛講這個電影2004年 對鄭秀文一大打擊 她剛講這麼求強的人 平常這麼神經質的人 這個電影一折磨 整個人孤立起來 躲起來 所以這個時候就發生了 2004年發生了 因為許姍安也知道沒有辦法了 許姍安就移情別戀 許姍安中間有兩段戀情 對 跟誰 一個是跟她的助理同居了三年 這個助理後來才報出來 這個助理後來被另外一個 Michelle介入 另外一個女生介入 這兩段怎麼樣 後來這個助理有報說 她被Michelle介入 當時許姍安有給了這個女助理 七位數的分手費 七位數港幣嗎 對 港幣 這個Michelle其實跟許姍安 很長一段時間 你知道最後怎麼樣嗎 怎麼樣 鄭秀文後來 我剛剛講為什麼鄭秀文的心態 整個從長恨哥這個 走出了這個所謂的抑鬱 你知道當時爾東森導演 有後來講過一個故事 爾東森導演要Casting她 那時候她整個狀況還沒有好 鄭秀文來 爾東森後來大罵說 我們香港民意怎麼這麼大牌 後來誤會了 她在抑鬱 她完全不能夠投入她 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控制不了 所以後來爾中森誤會她 那段時間我剛剛講 許姍安就看也沒辦法了 就只有自己在另辟蹊就 好 後來鄭秀文 慢慢慢慢的 杜秦峰導演她的恩師 再把她拉回來 拍一些杜秦峰的電影 她慢慢狀態慢慢恢復 回來了 你知道許姍安永遠是她的哥哥 是她的親人 家人 又對許姍安釋放出來的感覺 許姍安想這次有機會了 所以後來不是有個新聞嗎 許姍安把Michelle趕出了愛潮 掃地出門 對 當然掃地出門 可能是比較嚴厲一點 比較難聽一點 她就覺得她的 她還是要跟鄭秀文在一起 反正你感覺上 鄭秀文永遠是她的No.1 No.1 就是其他都備胎 就是鄭秀文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等了這麼久了 前面幾分幾合了 後來終於的終於 這個鄭秀文 許姍安終於她等到了鄭秀文 鄭秀文在這個時候也覺得 許姍安真是可以託付一生的 可是你這樣講 聽起來好像是 許姍安對鄭秀文的愛意比較重 愛你愛到隨便你這樣子 但是好像不是聽說鄭秀文 也為了許姍安 有擺什麼桃花陣 樓門陣什麼陣的 就是想盡辦法 當然 要把它keep住 當然她跟許姍安在一起的時候 那這個男人 只能屬於我一個人 對 許姍安其實也有一些 風風雨雨 真的 也有很多的這個外面的 花花草草的想要去看她 那鄭秀文是一個 很強勢的女生 我在主宰這段感情的時候 別人是不可以插進來的 所以我剛剛講這一對 二十多年來的狀況 就是這個狀況 現在終於感覺守得雲開見月明了 兩個人也去日本選傳界了 去巴黎島度蜜月了 大家只想看到這兩個人 什麼時候 香港話叫拉埋天窗 什麼時候真的就結婚了 老師 我們有些什麼樣的方法 比如說類似像鄭秀文這樣 有些什麼樣不管是風水 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讓舊愛回頭的 好 如何讓舊愛回頭 什麼正法 這裡有一個最強的正法 來告訴你 首先 你準備一張 你跟你舊愛最甜蜜親密的合照 你們以前既然是舊愛 一定會有許多的甜蜜合照 完了分手都撕光了 對 這樣子千萬要分手的人 千萬至少要留一張 未來要擺正用的 對 把那一張找出來 我們比如就像這一張 有沒有 一起看天星 多麼甜蜜 多麼恩愛對不對 把這一張照片找出來之後 正法要準備素材 要準備玫瑰花的精油 玫瑰花的精油 因為玫瑰花它是煮愛情 一定要天然的精油 不是那一種化學製造的 要天然萃取的精油 做一個溶劑 然後拿百合 百合要開花之後 它的開出來這個地方 會有花粉對不對 對 有時候手摸到它會洗不掉 會染色對不對 你就把花粉敲一敲 然後敲到一個盤子上面 然後用玫瑰精油 做容器調一調 做成你寫字的色料 寫字的色料又怎麼寫 就在你們這一張恩愛的照片 在你自己男生後面 背面的地方 正背面的地方 寫上女孩子的姓名 如果說你有他的出生資料 那順便寫上去 有他的地址也順便寫上去 等一下 老師 你是男生 如果你跟女生分手 你要把女生找回來 你就要在女生的後面 寫女生的嗎 在男生的後面寫女生 女生的後面寫男生 要遷起這樣子 陰涼合合對不對 好 女生的背後 就要寫你自己男生的姓名 然後出生年內日時 還有所居住的地址 好 寫好了之後 因為照片是曾經拍下的 甜蜜回憶 那個拍照的時候 就是把他們兩個人的氣 設在這個紙張上面 對不對 設在這個紙張上面之後 然後再加上天然的精油 玫瑰 它會加上這個百合 百合是代表和好的能量 然後它的花粉 它的花粉是什麼 花粉就是它的所謂的 要受精的那個 催情是不是 對 要催情 花粉就是要受精的 精蟲的意思就對了 那麼把它寫在後面之後 擺在哪裡 擺在梳妝台的地方 梳妝台在風水上 就是阻掌愛情跟婚姻的位置 擺在那個位置 擺在那個位置 最後一個正法就是 你要有一盞夜燈 然後投射這個照片 投射這個照片 就是賦予它能量 就是加持的意思 那麼24小時要點著 這一個正法 只要一擺下去的話 這個舊愛 只要沒有就是說 它已經欣許別人的話 回來的機會都很大 老師 你剛剛講說 梳妝台是阻愛情 阻愛情的風水位置 因為他做了一個那個表情 難怪 我家沒有梳妝台 因為那邊有梳妝台 沒有梳妝台的話 就很難有桃花 老師 我的梳妝台 是在廁所裡面 不是糟透了嗎 盡量不要讓梳妝台 在廁所裡頭 因為廁所它有廢氣 廢氣會破壞風水 所以廁所是風水殺手 你如果梳妝台在裡頭的話 要注意你身邊的錢 或是你身邊的愛情 比較容易受到障礙 或是有一些觸心的問題 一個要多久才起來這個孕 如果是有按照這樣的方法來走的話 通常都是三個月到半年 要這麼久 因為要慢慢 磁場慢慢的累積 因為這不是在吃西藥 這是像中藥一樣 要慢慢的打通那個氣 而且你們既然是舊愛 就是已經分手 分手要再接回去的話 要打通任督二脈 要打通任督二脈 沒錯 骨頭斷要接回去的話 要接骨要接好 要讓它這個神經血液循環 要能夠通對不對 所以這個方法 只要舊愛它不是親屬別人的話 是有機會的 好 我們還看到下面一隊 也是讓我們會覺得說 舊愛是不是最好 而且時間還比剛剛那一隊 還要再更長 24年 一個人一輩子有幾個24年 而且你要知道 這24年男女各自精彩 對 還不影響他們感情 最後還是修成正午對不對 這才厲害 梁朝偉 梁朝偉跟劉佳麟 其實這一隊 常常我們在節目上討論他們 可是今天要跟大家講 劉佳麟跟梁朝偉結婚五年 今年邁入第六年 怎麼這麼快 在一起24年 她第一次爆梁朝偉的料 這是最新的 爆梁朝偉什麼料 對 她爆梁朝偉的料 她大談她跟梁朝偉兩個人之間 到底為什麼感情可以這麼長久 她在去年底的時候 接受了一個香港媒體的專訪 這個是電視節目 她爆了梁朝偉兩個料 第一個料 她說大家都以為 就是結婚之後 你們都說我想要急著做人 因為我有年紀了 但我告訴你們 不是我不要 是梁朝偉不要小孩 所以她說是 違仔不要小孩 不是我劉佳麟 當然我在結婚之前 我是報定我不生小孩的 因為她自己知道說 她以前年輕的時候 喝酒抽菸 她也覺得說 這樣是不是對小孩不太好 但是結了婚之後 她有動過念頭 所以她那時候把煙戒了 酒也少喝 也好像也不太去 所以當時媒體問她說 什麼時候要添個寶寶 她其實都笑而不答 說有啦 有在努力啦 但心裡的OS是什麼 拜託 又不是我不生 你們應該去問梁朝偉吧 因為她說 違仔不愛小孩 但不愛不代表她討厭小孩 而是她告訴劉佳麟說 你知道 就是我要照顧我父母 我要照顧我妹妹 我要照顧你 如果生了一個小孩 她很擔心 因為這是她心愛的寶貝 她受傷了 她出什麼樣的問題 她就會很有壓力 可是梁朝偉不要 她媽媽不要嗎 她不是跟她媽感情很好 都會聽她媽的話嗎 是 媽媽當然是 兒子要怎麼樣 她也管不了是不是 所以她的理由是說 因為你們都是我愛的人 我梁朝偉這一輩子 就是媽媽 老婆 妹妹對不對 我沒有辦法再分心給別人了 所以對劉佳麟而言 這個理由她接受了 而且比方說有點年紀了 真的要努力去做生 對 很辛苦 所以其實現在完全是放棄 放棄生小孩 對 因為梁朝偉不要生小孩 因為梁朝偉從小對父親有陰影 她的父母親婚姻是不幸福的 她一直不相信這個狀況 她也不要有小孩 是 再來爆一個料 你們看梁朝偉她很悶對不對 她的確很悶 但是她是個浪漫的悶蛋 為什麼會說是浪漫的悶蛋 就很好笑 待會兒跟大家講 她說她不要小孩之外 她也怎麼樣 她說梁朝偉其實很愛哭 很愛哭 都不知道她很愛哭的 不要以為說只有我 自我在梁朝偉面前掉眼淚 是偽仔在我面前哭 她會為哪些是解憶 主持人當然覺得說 怎麼會是這樣 我們看過拍戲的時候 梁朝偉有一雙電眼 她連在戲裡面都不輕易掉淚的 更何況真的哭讓你看到 劉佳麟說我跟大家講 梁朝偉其實很多愁善感 你們都知道 但是你們不知道她是個愛哭的人 她說有一次有一年 就是她拍阿飛正傳的時候 光一個鏡頭 一個鏡頭拍了27次拍不好 然後梁朝偉回到家之後 那時候他們同居在一起 她回來幹嘛 她就開始拿布 過來地上拖地插窗戶 而且是一邊拖地 一邊插窗戶的時候在哭 劉佳麟第一次看到梁朝偉哭的時候 她說你怎麼了 她就整個崩潰大哭說 我難道就這麼不會演戲嗎 一個簡單的節目 我拍了27次拍不好 劉佳麟說 梁朝偉哭了一個禮拜 你相信嗎 我們沒有看過這樣子的梁朝偉 印象當中會這樣嗎 可能那也是她的壓力大 她的發現 所以劉佳麟抱了她的料 她說還有一次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好朋友 就是過世了 然後到現場去的時候 梁朝偉是很悲傷 我一直在很悲傷 但是那個情緒是內斂在心裡面 但是回家路上在車上 崩潰痛哭 包括她爸爸 就是她的岳父 劉佳麟的爸爸 六年前過世的時候 一樣在現場很哀傷 而且是劉佳麟哭得很厲害 她要安慰劉佳麟 但是回到家裡面去之後 因為岳父其實對她很好 梁朝偉哭了三天三夜 劉佳麟說天啊 妳哭得比我還要難過 所以她包了這個料 讓大家看到不同的梁朝偉 而且主持人就問劉佳麟說 妳確定妳講這個 偉仔不會生氣嗎 劉佳麟一抹微笑 說明了一切 感覺好像是 佳麟我說了算這樣 當然我剛剛講說 這一對各自精彩 在他們還沒有結婚之前 發生過很多的事情 不管是梁朝偉也好 或者是劉佳麟也爸 可是他們兩個 我剛剛講了 她說梁朝偉是浪漫的悶蛋 到底劉佳麟愛梁朝偉哪一點 對不對 在這麼多年以來 她覺得這是她可以依靠終身的男人 她對她 劉佳麟說是低調的浪漫 你們都不要誤會梁朝偉 感覺好像很木頭 她很浪漫 她說有一年梁朝偉到越南去拍戲 劉佳麟生日 但是她知道拍戲 這個不可能為了我的生日 然後拖累整個劇組 你去拍 因為劉佳麟是非常獨立的女人 所以 但是生日的時候 總是要打電話回來跟你說 Happy Birthday 對不對 接到了梁朝偉的電話 然後當然佳麟很開心 妳去拍戲 幹嘛打給我 對不對 然後就這樣 把她掛了電話之後 你知道怎麼樣嗎 叮咚 她想說 這個時候是誰來按門鈴這樣 你知道門一打開看到是誰嗎 她看到偉仔 然後偉仔拿著一個DV 在拍劉佳麟驚訝的樣子 你知道 劉佳麟當場眼淚流下來 就說這種男人我能不嫁嗎 你知道 所以她說她是一個 非常浪漫的悶蛋 她默默的來製造驚喜給你 她還有她說她對她情意相挺 大家如果印象非常深刻 當年劉佳麟是不是一個轟動香港的事件 被牆人拍裸造的事件 你知道嗎 梁朝偉告訴她 這個 因為周刊登了這個照片 你知道是完全被譴責的 即便連路上賣菜的大神都說佳麟啊 我挺你啊 這不是什麼成龍啊 什麼一大都要出來 都上街嘛對不對 那時候梁朝偉怎麼講 她告訴劉佳麟說 這個地方 既然我們待得這麼不開心 我們倆退出演藝圈 我們到其他國家去生活 那個地方沒有人會用一樣的眼光看你 讓劉佳麟覺得很感動 還有一年 劉佳麟跟張曼玉 同時入圍了香港金像獎的影后 同時入圍喔 但那個時候 梁朝偉是跟這個 劉佳麟在一起的嗎 他們坐在台下 得獎的是 結果呢 張曼玉拿獎 你知道劉佳麟心裡面 當然會覺得五味雜陳 因為張曼玉根本是影后製造機 那已經是她第一次做的金像獎 但劉佳麟一做都沒有 好不容易那一次大家都說 劉佳麟穩重的 這是絕對是你了 因為那一年 張曼玉是宋世王朝 他演宋慶玲的樣子 但是劉佳麟 她是在阿菲正傳裡面演女主角 她入圍了這個影后 大家都說 絕對是劉佳麟拿獎 結果是張曼玉 你知道那個時候 一聽到得獎的是 梁朝偉的時候 握緊張曼 那個劉佳麟 劉佳麟說 他說回到家之後 因為她當然在現場是情緒很澎湃 不能表現出埋 鏡頭拍到你 你還是要很笑 笑得很開心 我們都知道 劉佳麟跟張曼玉之間的關係 這待會兒會講到 所以他說 梁朝偉對她的情意相挺 不離不棄 讓她非常的感動 他們坐在台下頒獎的那一次 是梁朝偉跟張曼玉的 緋聞之後了嗎 那個時候阿菲正傳 其實還有曖昧 有曖昧 因為他們的曖昧 一直曖昧24年 不是 他們兩個 你講到梁朝偉跟劉佳麟 你就沒有可能 不提到張曼玉 這個人好像在這兩個人中間 一輩子 對啊 所以你想想看 就是說 劉佳麟愛梁朝偉 是因為梁朝偉這些 但是當然梁朝偉愛劉佳麟什麼 她愛她的獨立 大氣跟樂觀 剛剛我已經講到了 只要她難過 心情不好 永遠在她旁邊 安慰她的人就是劉佳麟 可是你們沒有聽過 很多人都在講說 好可惜她怎麼娶的 不是張曼玉 24年來 她也擺證 她擺什麼證 那個時候說 她跟梁朝偉搬到一個新房子去住 然後就請一個高人擺一個 什麼 周慧銘跟倪正 這是不是也夠久了 真 這一對你怎麼看 這一對 紅色筆記本 終於出來了